不知不觉,已经是你陪我度过的第三个生日了,按照约定,你依然陪在我的身边,我真的很开心。 在遇见你之前,我其实从没想过快乐与否这件事。 他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实在的意义,就算我与他靠近,或许也不该是今天。 但是你出现了,你会在这一天为我准备惊喜,为我制作那个小小的蛋糕,为我去做很多以前不会做的事。 快乐好像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,和你一起围在我的身边。 我知道,他们是因为你才存在的。 我一边感受着他,一边惶恐。 好像一个偷偷享受快乐的坏孩子,却又没办法松开拉紧你的手。 我曾以为这个世界有他固定的意义,那些久远却熟悉的事物会永远地保持在他原来的位置,但我大概错了。 就像那座老屋,当我真正重新望向他的时候,他真的很美好。 能够坦然地回望,面对过去的自己,去看清他的成长。 这份勇气,是你送给我的。 谢谢你,能一直握住我的手。 我能成为现在的自己,也是因为有你存在。 虽然说过很多遍,但我还是想要说,我的生日,很快乐。 明年的今天,也陪在我的身边吧。 当然,不只是这一天。